大家好 今天要來帶大家了解什麼是3D列印 那今天呢不會講任何的專業名詞 就是要帶大家更容易的進入什麼是3D列印 讓你更清楚知道說原來是這個樣子的 那這裡呢我們來看一下 3D列印到底是什麼呢 那其實呢還有一種物件叫做3D列印筆 那其實它跟3D列印呢是有點相似的 那是怎麼樣呢我們就想像一下 像我們在擠牙膏一樣 3D列印筆就是這樣 像我這樣擠出來的話它有一些東西 它的材料會一層一層的這樣把它疊起來 我們擠出來的材料呢 就會被我們堆疊出我們想要的一個外型出來 那就是這樣的概念把它做出來的 那3D列印機呢它就是機械的 我剛剛3D列印筆是手動的嘛 那3D列印機就是機械動的 那就是用機器去控制它 一樣是這樣把 像擠牙膏一樣把它擠出來 去堆疊出一個我們要的外型出來 主要就是這樣子做出來的喔 那這樣就是更理解一點啦 那我們有了3D列印機 我們要怎麼樣逼它工作呢 我們就是需要有3D檔案 像這裡就是3D檔 那3D是什麼意思呢 像2D的話就是平面的 像這樣子呢 這個就是平面的就是2D的意思 3D的話就像我一樣 是立體的 立體的這樣的話就是3D的 我們看一下 是立體的喔 所以3D的意思呢 就是一個立體的檔案 那這個檔案我們要怎麼拿到呢 沒有檔案我們沒有辦法去逼它工作啊 那怎麼辦 那這裡呢 檔案呢會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我們自己去畫它 把3D檔案畫出來 那這邊有興趣的可以去參考Sally Wars入門篇喔 這裡都會有教學喔 那第二個方式呢 是最輕鬆的就是 直接去下載人家做好的檔案 那是不是很棒啊 那這裡有人可能會想說 去下載難道不用錢嗎 放心 完全免費 完全可以去下載的 而且非常多 幾乎你想得到的都有 那這裡有興趣的呢 這裡也會有檔案的下載篇 這裡都有教導你說 怎麼樣在這個國外的3D分享的網站呢 去下載我們想要的檔案 而且完全免費喔 那這裡呢 我們就解決了你的問題了 檔案 如果你想要自己畫就自己畫 不會畫 很想要的話 我們就去下載囉 那我們有了檔案之後 為什麼3D電話還是 不聽我的話不去工作呢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讓3D電話呢 這裡我們需要的是翻譯員 因為呢 他聽不懂我們的話 我們也聽不懂他的話 我們中間需要有一個人溝通 所以呢 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透過翻譯員 一個軟體的翻譯員呢 你把你想要 讓3D電話怎麼工作的一些模式呢 告訴他 只要3D電話呢 他的能力手機的範圍內 他絕對會為你 做牛做馬的喔 放心 他不會跟你鬧比氣的 那這裡呢 當然你要給他是 能力範圍可及的喔 你如果超過他能力範圍 他也做不出來阿 對不對 所以這裡 我們需要的是翻譯員 不然 你跟他講 或他跟你講 兩個都聽不懂 他當然是沒有辦法替你工作的阿 所以這裡呢 我們就透過一個軟體翻譯員呢 就能達到這個目的了 那這裡要怎麼樣透過翻譯員呢 跟3D電話溝通喔 可以參考這個 切片軟體的入門篇 這裡呢 也都會有教學 會告訴你說怎麼樣 讓翻譯員去跟他溝通的喔 那有興趣的可以去試試看喔 好的 那透過翻譯員 我們發現說 3D電話真的是非常聽話 你叫他幹嘛他就幹嘛 完全做牛做馬 不分日夜 他完全是不用休息的 直接幫你把 物件給做完了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可能會有兩種分別 一種就是呢 他做完之後 就是一個可以用的物件了 另外一種呢 就是 他算是完成一半而已 他 還有一些地方呢 是沒辦法用的 那這個 這個就有點像我們 在料理的時候的食材 有的食材呢 你把它做完之後 他就可以去享用了 但有一些食材呢 你做完之後 只是 我們完成了前半部而已 後面他可能還要做其他的料理 所以 因為我們不同的料理 不同的食材呢 他就會有不同的一些 加工的方式 不一定說你把它煮熟就能吃了 所以主要是這樣 有些東西呢 還是要去做一些 後面的一些處理 那這裡呢 我後面會來介紹一下 什麼是後處理喔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處理那些 沒有完成料理的東西了 那這裡呢 就是要去做料理他 就是後面來料理他 所以呢 我們會叫他後處理 去處理他 後面來處理他嘛 那這邊呢 好像有些地方呢 要去修剪他 那修剪完之後 你可能要做上色 讓他更漂亮一點 讓他變成自己的彩色的 那這裡呢 可能就要花一點時間呢 跟他培養感情 可能是 有些東西他是很頑強的 像我們在做料理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呢 他也是比較繁瑣的 但是最終看起來呢 食材看起來會更美味一點 就是用這種方式呢 讓他看起來更棒 更好 那當然不一定說 一定要去料理他 他才一定是最好的 像有些東西呢 像前面 我們把他煮熟都能吃了 有些時候 這種物件呢 也非常棒的 所以不一定說 一定要料理他 才是最好的 那這裡呢 就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因為 這部分呢 我就沒有去講解一些 他的一些專有名詞 那這裡後面呢 會有一些 稍微的示範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去觀看一下囉 最後呢 我們來回顧一下 3D列印是什麼呢 那各位還記得嗎 3D列印一開始呢 我們就把它想像是在擠牙膏 以牙膏的方式呢 有分成手動 以及機械動 手動呢 就是像3D列印筆這樣子 它也蠻適合小孩子用的喔 那機器動的話 就是3D列印機 我們一般比較常知道的 它主要是這樣 那我們有3D列印之後呢 我們需要有一個檔案 檔案呢 就是一個立體的檔案 就是3D檔 那這個檔案 怎麼取得呢 要嘛我們自己畫 要嘛去免費下載 那樣子 大多數呢 免費下載的話 是蠻方便的 方便各位了 不用再去花時間去做它 那之後呢 我們就需要有一個翻譯員 因為我們沒有翻譯員的話 我們跟3D列印 沒有辦法做溝通 它聽不懂 所以我們透過翻譯員告訴它 3D列印呢 它就知道說 喔原來 我們要做 叫它做什麼 那它就會 不分日夜 不停的去幫你工作 而且非常聽話 那做完之後呢 就像我們料理食材一樣 有些東西呢 料理完就能吃了 有些東西 做完之後 只是前面的一部分 還要做後面的一些處理 所以呢 就會衍生有一個 後面處理的 就是後處理 要去料理它 那這裡呢 就要做一些修剪啊 或是上色的一些部分 最後呢 我們就可以完成了 我們想要的成品 那主要是這樣子 帶大家來回顧它一下 那這裡如果你有興趣 關於說 3D列印它的物件呢 整個比較專業的一些過程 是什麼呢 你可以參考一下 頻道的3D列印作品裡面 這裡呢 都會有記錄一個 從零開始做到最後的成品 那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這裡歡樂的時光 總是過得特別快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邊為止了 雖然我有點 不捨 但是還是要跟大家說 掰掰囉 我們不可以在這裡 那裡還是有很多 我們可以拿去參考一下 那裡還是可以 那裡還是可以 那裡是個小紅色的 我們可以在這裡 那裡還是可以 那裡還是可以 這裡是很好的 我們可以